嗨,各位酷學院的同學,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回答一下有同學提出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如何破解夜市的彈珠台,用100塊錢帶走所有的獎品 是這樣子的,它是有條件的 簡單的說,破解夜市的彈珠台,我目前只知道我是首創 但是我也只能破解部分的,就好比說這個遊戲還是要看這個遊戲怎麼設定 這個遊戲必須要吐彈珠 簡單的說就是說,你必須要用錢買彈珠 然後呢,這個彈珠是可以贏彈珠出來的 就像是國財遊戲一樣,賭錢一樣,才會越滾越多 就是你打,然後你的方法對了,這個才會越滾越多 而不是那種,你投錢,然後他給你打一局 你打了多少分之後,可以吐多少的彩票給你 或者不是吐彈珠給你的話 那這個呢,也是破解不了的 那所以,再來就是說,除了找這個彈珠 就是錢吐錢,那個彈珠吐彈珠之外呢 還有條件就是你必須要找到合適的機器台可以贏錢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簡單的說一下這個破解的邏輯 就是說,他這個彈珠是一個阻止到最右側 然後你可以拿一個彈簧,就是拿一個手把彈簧 把這個彈簧把這個球彈出去 好,問題就是在這個,從理論上來說 如果你每一次彈出去的力道都是一樣的話 就是都是用一樣大的力氣打的話 那理論上這個珠子每一次都會落到一樣的位置才對 對吧? 然後呢,他每一次就會遵循一樣的軌跡落下才對 因為這個彈珠都是靠這個力道來決定方向 對不對? 那所以咧,你的問題就是說 你有沒有辦法每一次都用相同的力道把彈珠打出去 為什麼呢?為什麼要用相同的力道? 因為當你能夠把這個彈珠用相同的力道打出去 它這個彈珠弱點,即使就是你盡可能讓它打出去的力道一樣 它弱點弱的這個位置就會不是一定一樣也會差不多接近 比如說我這次就找到一台機器 它的這個彈珠呢,拉到底 拉到底就好,為什麼? 因為就像你把尺一樣 只要你拉到底 你沒有辦法再出更大的力氣 把這個彈珠拉的更長 那你一打出去 這個彈珠這個球呢 會彈到一個 一個那個叫做彈珠一次 就是一個牆壁一次 回彈到最右側的格子裡面 然後才說最右側的格子之後開始落下 好,那其實很簡單 這個彈珠就是這樣 它落下的時候,落下的範圍就只有 最右側的這一格跟它下面左側一格 然後呢,這個左側的一格呢 出落下的範圍呢 也是左側或右 也就是只有左右左右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呢 你能夠把這個彈珠呢 打到最右邊的格子 每一次都能打到的話 好,那麼這個彈珠落下的這個範圍 最多也就會被限制在一個範圍之內 最多就只有這幾格 對吧 好,那這幾格呢 譬如說假設你可以把彈珠 限制在這六格的範圍之內 好,那今天看你打出來的是 二倍一的倍率 譬如說我打到一個這個兩粒 這兩粒呢,在這六格裡面呢 有兩格 就是說你打這個柱子下去 贏了就配二 輸了就輸掉 就贏了會吐兩個 那這六格裡面有兩格 那就還是負的啊 那你是輸的吧 但是呢,如果是高賠率 就好比說你現在打到的是一個 一賠八倍 好,那在這六格裡面有一格是八倍 那你的珠子打下去 譬如說這六格 你打六次了 分別落在這六格 不同的格子裡面各一次 那其中有一個得到八倍回來的話 那不是平均 你每打八次會賺兩次嗎 那從期望值來說 這個就是 正25% 就是正盈率 那所以呢,就是利用這個邏輯原理 我們去分析 這個單株的落點 在什麼範圍之內 在這個範圍之內 有什麼樣的這個賠率的這個選擇 那賠率好的 還是正盈率的 我們就下大柱下全滿 那所以呢,這個台灣的夜市呢 的彈珠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就是說 它 它的十倍最高就是賠十倍 它有12格,然後最高是賠十倍 那你想想看 以佩斯貝來說 它的這個邏輯就是說 你的彈珠打下去 如果是平均都落在這12格裡面的幾率是一樣高的話 那麼 對於店家來說 它就有-12分 它就有12分之2的優勢 因為它比你多2格嘛 那 但是其實你在打的時候 可以把彈珠打在一個範圍 其中有6格是不會落下 但是那個6格呢 全部都是 不會發生的事件 那會發生的事件其實只有6格 那這個6格呢 其中有一個賠十倍 哇,那不就很好賺 其實就是這樣一個邏輯原理而已 很簡單的 那 那也就是說你 第一個你要找這個 落下落點 就是每一次都能拉到一個 像一把尺一樣拉到一個很定的一個距離 放開之後 它的求落點幾乎是非常穩定的 就落到一格或兩格 而且是同樣的地方 的附近的格子 然後呢 在尋找最合適的賠率 找到在這個範圍之內 就求出落在這個範圍之內 這個範圍的賠率呢 是不是有好的賠率 那一旦有好的賠率呢 你就把它頂滿 就是你把它的這個柱馬 可能一直投個50顆 100顆 99顆 對不對 讓它的這個陣營率達到最高 然後它就會吐 照道理講 從理論上來說 它就會吐很多珠子出來嘛 那你就用這些珠子帶去打 可以打出更多珠子 那這樣子一直不停的衝覆滾動 那才可以 那說說這個東西以前是怎麼樣 以前呢 這個最早出來的時候 是投硬幣的 直接拿來路邊賭錢的 這樣的一個單珠台 那以前沒有人會破解 所以這個單珠台可能早期幫了很多店家賺錢 那這個單珠台隨著年代推移到之後 到現在這種傳統的這種單珠台 像我們看到它根本就是菜 基本上都是可以破解的 那所以這個 他們就不會拿這個單珠台來做博弈的 就不會直接拿來跟你賭輸贏的 就說你贏了啊 你都送你獎品啊什麼的 相當於他把賠率這樣低了 那其實這個意思 那也不是功課不了 那只是問題就是功課了以後 你沒有辦法用錢賺到錢 你只能用錢 贏到一大堆娃娃啊什麼獎品啊什麼的 那還是有 還是有一個問題 那其實就跟賭場一樣 你會黑名單的 老闆就不歡迎你了 甚至還有賴賬不給你的 那這種事情也有啊 就是大家如果做優勢玩家 這種事情真的很常見 就是開賭場老闆賴賬 這種在我的世界幾乎是天天發生 因為我天天都要面對 那這種事情也會有 那只是說 純粹就破解遊戲來說 它是一個樂趣 那這個就是這個 我們 我也交了蠻多水聲 這個東西是可以破解 這是拿出來舉例的一件 一個道理 那今天就做一個這個 做一個錄音 影片讓大家簡單的理解一下 就是這個邏輯是這樣子的 那之後的東西都只是應用 那破解遊戲的原理也是這樣子的 好吧 謝謝各位同學